现在我们来介绍斜律 首先的话呢介绍斜律的定义 斜律的定义为什么要这样定呢 我们从下面这个图来解释 来我们来看看两个斜坡 右边这个车子的话呢 看起来的话呢是倾斜的比较大 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定这个倾斜的比率呢 那我们来看如果底下这个横宽 delta x一样的话呢 delta y是越大的话呢 是不是倾斜的比率就越大 那么我们这个delta y放在分子上面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图 下面一个图的话呢 如果这个高度一样 底下的这个delta x的话呢 它越长的话呢代表的是它越平缓 斜律反而会越小 于是的话呢 我们放在分母上面 这个越大 这个就会越小 这个越大 这个会越大 于是的话呢 我们就定成了一个 m等于delta y 这个高度 delta y delta的意思指的是y的差 x的话代表的是 delta x代表的是x的差 那我们的话呢 这样子来定的话呢 就可以非常的方便的去定义了一个倾斜的比率 来我们再继续看下面一步 下面一步的话呢 是说我们在直角坐标上面 我们要怎么样去计算倾斜的比率 也就是所谓的斜律 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有一个点叫做a 31 什么叫31呢 向右走三步 向上走一步 b是55 向右走五步 向上也走五步 那么它的两点之间的斜律是多少呢 那根据我们刚刚所做的 我们的话呢 这个高度是y的差 所以是五减掉三 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x的差 所以这个地方是五减掉三 于是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话 五减一是多少呢 五减一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斜律 上面y的差是五减一 下面的是x的差是五减掉三 来我们看一下 4除以2 所以斜律是2 我们就算出了这样的结果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但是的话呢 最主要是我们下一步 要把它的公式列出来 来我们看看下一步 斜律的计算公式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就把它列成了一个 我们的话呢 习惯的一个公式形态 斜律的话呢 是y的差 后面的y 减掉前面的y 放在上面 后面的x 减掉前面的x 放在下面 我们的话呢 就把这个可以当作是一个 公式的计算 这样的话呢 计算会比较方便 那么对于斜律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些事情的话呢 必须要跟各位同学讲的 就是斜律的正负的问题 来我们来看看下一步 来我们来看看 斜律的话呢 一共有三个形态 以这样子来看的话呢 来我们来算一下它的斜律 ab之间的斜律是多少 我们按照公式来算的话呢 后面的y减掉前面的y 所以10减5是5 6减2是4 这个是一个正的 正的什么意思呢 它代表的是向右上升的意思 它的代表的是趋势是向上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状况 来第二种状况是 如果说是这个题目的话 第二个 它的话呢 来我们来看看 12减掉 3是9 3减掉7 3减掉7变成负的了 负4 它是一个负的值 小于0 如果斜律是小于0的话呢 代表的是向右下降 它代表的是趋势是向下的 再来看第三种状况 第三种状况的话呢 是最简单的状况了 10减10 我们发现的话呢 它的话呢 10减10是多少呢 0 下面8减5是多少呢 3 所以是等于0 0代表什么意思呢 斜律为0 代表是它没有倾斜 那么我们了解的是说 水平的话来说的话呢 它的斜律是0 那我们再复习一次 如果说斜律为正 代表趋势向上 斜律为0 代表的话呢 是趋势持平 如果斜律为负呢 代表是趋势是向下 那么我们暂时介绍到这边